大家好,我叫張綺賢,然後你可以叫我小賢就好 今天我要分享主題叫教朋友玩世界 然後一開始在進入主題之前呢,我要先講什麼機關 可是每次只要講到國際關 就是有的人就會點成八量就是那個什麼東西 而且我想要知道我怎麼樣才可以更有國際關 有的人就會翻白眼 Come on, then 不要再跟我講國際關了,有的人就是 doesn't care 但是我今天想要再更勇敢一點,我想要從國際關跳到國際化 因為對我來說,國際關是了解世界 然後如果我們能夠更國際化的話,就是我們能夠去跟世界互動 那我自己呢,先了解一下我自己關於跟國際互動的經驗 我的旅行足跡,踏遍了亞洲、大亞洲、美洲、歐洲 然後目前都居過這些國家 包括比較特別的是巴勒斯坦、以色列、約旦 可是更特別的是,我這些旅行都不是規劃好的 都是因為我朋友的邀約 或是其他外國朋友他們組 我在交換學生叫其他外國朋友他們組 所以是去 然後就問我們不要去我就說好啊 所以我從來都 就是我自助理是我很不在行 但是這些都是我的朋友幫我帶我去玩的 然後因為在大學的時候跟很多外籍學人互動 那這樣在澳洲當交換學生關係 所以我的朋友是避布全世界的 然後這邊我今天早上做一個圖 就是讓大家看一下我的朋友 在這個地方 歐洲是比較密集 那其他的地方 就是可能是大學實際交的 有可能是那時候一起到歐洲當交換學生關係 然後是有一些證據 那時候我們在克羅來西亞 對 克羅來西亞每一個 烏人的小島上面 然後我朋友到他們去 帶我去他們的小屋 就是我們三天都在那邊 我們的小屋走到天橋三分鐘 每天三天要放在水裡面 然後就是在法國去找我朋友 這個是 這個是巴西人 對 然後這個是我跟捷克的朋友 哈薩克的朋友一起去馬學 然後還有我的以色列朋友要求 那以色列的 他他的家裡面 還有巴勒斯坦的朋友也去一家 而且我這個是在一個禮拜之內的事情 就是我先去以色列去巴勒斯坦 然後他們先對話教員歷史 那時候剛好有一個國際新聞 就是以色列拿他們在金運 一千個巴勒斯坦的戰斧 去換巴勒斯坦 那邊只有一個的以色列的士兵 就是那個國際事件 然後我就是去看了兩邊的階級 跟他們兩邊互相談了之後 去了解他們這個民族的仇恨 到底是怎麼樣 還蠻有趣的今天 然後我上個禮拜跟一個大哥談 他是編輯 就是出版社的編輯 然後他就問我說 其實你走過這麼多地方 認識這麼多朋友 會不會只是你的各個特質的關係 還是只是遠分 或是只是你幸運 跟他們講他們 可是我就跟他說 如果你把這些東西歸納成是 人格特質或是持運氣的話 那就表示我們不相信 國際觀或是 去跟世界互動 跟國際接軌的能力 是可以平衡的 那我覺得我自己也是 慢慢一步一步 要培養起來的 所以我覺得它不是 人格特質的運氣 而是一種心態 還有你自己長期的能力 那我自己本身是 在成功大學資源 過程念 壽士跟學士 然後後來 在壽士那一年 我選擇到 和捷克科技大學 當交換學生 那我自己 就是剛剛講大學的事情 其實剛剛有講 我從小就在交話 長大一個很小很小村子 沒有人聽過的 所以出國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然後外國人就跟外星人一樣 我一直到大學的時候 大一還不知道這些 什麼東西就是成大 我哪有什麼機會 跟外國人互動 然後資助旅行 我又沒有錢 然後我也沒時間打工 然後交換學生 那個邀請機很好 中文很好等等 還可以 可是我一直到大二 我都沒有拍狗說過英文 然後一直到大二的時候 有些契機 就是剛好學校 有一些交換學生 我就認識 很初小認識的這些學生 包括來自中國的 丹丹丹 來自美國的丹丹丹 還有一個更特別的 來自拉丁美洲貝里斯的 Jonathan 然後他們讓我 對這世界產生的很好奇 就是 為什麼我們這麼不一樣 然後從大三開始 我就去找了一些機會 包括學校的接待志工 他們每一年都會有學生過來 然後我一個一個接待 然後甚至後來也去 就是當 這個是演員交換 所以他們可能是在短期的 然後這是比較長期來的 就是一年兩年的 然後我常去 越南同學宿舍 就是坐在地上 剛剛泡越南春捲 他們去泡越南的咖啡給我騰 然後一直到朔一 就是去東南亞自助旅行的二十天 可是就有點空虛的感覺就是 那自助旅行完之後呢 我對這個國家並沒有特別了解 我也沒有覺得我自己 國際觀真講到多少 一直到後來 我有認識了 坐馬來西亞的Madea 她後來跟我變成很好朋友 然後也是相處了一個學期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見幾次面 就是沒有什麼目的的聊天 然後她改變了很多 我們聊天話題很 detail 包括女生是用衛生米 還是用臉條 那這個跟歐洲跟台灣 亞洲的女性的女性主義 還有女學運動的什麼關係 那一直到數三 我就決定我要去交換學生 是因為我覺得我有太多的問題 對於我們這個社會 我想去看看這個世界 是有不同的可能 我就是那種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要讀書 我讀到成大 然後呢 為什麼老師說的話 我不認同嗎 要尊敬她 為什麼爸爸媽媽的東西 我就是不相信他們講是對的 我還是要就是 嗯 校訓他們 校訓是一定要 就是為什麼還要這樣 對 所以我就當多安德區 然後很多人去當交換學生 或去留學 都會在台灣學生圈裡面 但是我自己就是很成功的 打進了交換學生圈 然後跟我們在一起 裡面都是 都是這一群人 然後都是每個都來自同國家 所以你會覺得你這個世界 很密集的在互動著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我們七個都是來自 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宗教 然後我相信其實後來 能夠打進 就是這個國際的圈子 是因為有前面的累積 就是這些大學 跟這些互動的累積 它不是憑空而來的一個能力 所以很多人說 出國才能有國際館 其實在台灣就要先有了 而且出國也不能互動 然後我覺得 我們交的朋友 我們應該不要交 停水箱的朋友 我們應該要去交那些朋友 是可以跟我們生命是互動的 不然你回到台灣 你跟他的世界還是沒有任何的互動 時間有點 然後 我現在在寫部落格 我會把一些跟張學生的 很深刻的友誼記錄下來 還有我是怎麼去跟他們互動 就是心態上面的改變 那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把他當外國人之前 就把他當成人吧 台灣很多學生 就是會把外國人當成一個工具 只是把他當成練習語言的工具 所以你去問他都是 我可以跟你練英文嗎 那你自己想想 如果你到一個外國去 所有人都只想可以練中文 你根本 你是想要被了解的人 你根本也沒辦法去融入當地生活 然後怎麼跟外國人變熟呢 我簡單講一下就是 在帶他去做特別的事情之前 先帶他做不特別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帶他去 起零太風 為什麼不先要他去學這 餐廳一般的餃子 為什麼一定要帶他去太魯閣 而不是先要他去慢跑 為什麼我們在還沒認識他之前 就很積極想要幫他導遊去討好他們 為什麼我不能夠認識他們之後 等到最後有機會 我跟他朋友去玩 我再帶他們去哪邊玩 那這樣子的國際觀 你從這樣去認識的國際觀 會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你們可以走進彼此生活 你看到才會是最真實的文化 然後這個國際觀是可以增長的 他是反殖民的方式 因為你跟他就是一個人 你會不會跟他認識生活的相處 去了解為什麼你們這麼不同 然後他的 我覺得是因為歷史 家庭背景 教育 政治 你會去思考這些東西 然後我覺得人最後 最好奇的還是人 你如果跟一個人 建立很好的關係之後 你會對他的背景 然後你會知道 會想要變成這樣子 跟你不一樣 然後透過一個人 來瞭解國家 而不是透過一個國家 來去定義一個人 為什麼德國人 歐洲人是很開放 我遇到的所有歐洲人 都是很正常的 他們都有很正常的 男女朋友關係啊 然後不只是跟一個人 跟很多人 跟很多人 認識交往之後 認識很多的國家 這個就是一個可以變動的國際觀 就不會只是 像這樣子的國際觀 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 跟前面這個 他看到的世界 會是有多麼的不一樣 那我覺得國際觀 其實就是一個對世界 好奇和關懷的事情 然後國際的話 就是你能夠不負負不抗的 去面對這個世界 包括你如果 上了火車 旁邊坐的是一個白人 你會很想要知道 那是哪裡來 可是為什麼 如果你到一個東南亞國家來 你都不會想要去問他說 那你從哪裡來 你家鄉是怎麼樣 那我們是不是有時候 就是會 就是有先日為主的觀念 然後我覺得對我來說 就是 總說去更了解自己 然後發出很多頭銜 也去掉我很多外在的東西 讓我更回到自己 然後只要想像一下 就是 假如說未來的產生管理 他現在公司要做很多 跟外傑老公互動的時候 他在大學時期 有些東南亞國家 能不能更安慰 更更尊重他們 好 最後 我現在寫部落格 等一下可以問嗎 明天上面有我的網址 然後我現在是 關鍵評論網的作家 我覺得我記得還會說故事的人 所以網路上面 有很多我的故事 然後最後呢 我現在已經 跟出版人在岔談 就是有第一本 《專門玩世界》 把很多像剛剛那樣子的 概念心態轉化 跟大家分享 然後接下來想要 各別出這些書 就是我走進這些人的家裡 然後這個國家是怎麼樣的 更真實的去看待這些頭髮 最後這就是我的節目 謝謝 потому 就是有些人在階段 就像什麼樣子的 姿勢 我這個時候 我走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